《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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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个音乐 结缘应该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998年来北京 北漂这么多年 也让我变得特别又温暖了一个人 我叫艾尔坎江阿布里尔河门 我来自新疆沙兰市 现在在经营我自己的音乐器行 这是我们的琴行 然后这边是咱们的钢琴转区 那边是我们的鼓针转区 使用面积差不多有700平米 鼓针钢琴加起来应该有几百架 这些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们 专业院校 沈阳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还有师范类的音乐学院 差不多有30多个 还有一部分还没有上桥 就是面积不够了 这边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我们现在有两个直播间 在两个平台同时做直播 我们也差不多20年了 在北京可能很多专业的 非专业的也好都知道琴行情 精英挺好的 一直属于一个本部增长的一个状态下 从小非常喜欢音乐 从那会儿在家里干着活 我都是拿收音机都要听 我是1998年跟我的发小 我们俩一起来北京追音乐梦 来北京以后发现能人太多了 我的基础太差了 所以我就想找一个能跟音乐有关的专业去学 熟人介绍拜了中国江山乐团 马维林老师为师学钢琴条例 钢琴它有200多根琴弦 几千个部件 很多螺丝 差不多要支撑20吨的张力 在你调到标准音高以后 你在弹奏的时候 它会慢慢去跑音 20出头的时候 入了这个行 你懂了这个调音的重要性 整理的重要性 一腔的热血去拥抱 2000年到03年 几个大的剧场都去调过 像保利亚 这个国土音乐厅 大会堂 北京音乐厅 刚进家的话 孔香东老师爱天又子 最大牌的阿格里奇都去给调过 05年在东四十条 一个胡同里面 花2万6租了一个院 开始创业 比较大的困难就是别人找不着你 别人不可能去逛胡同去 合作伙伴他就说 我们尝试用互联网 每天得发 而且可能有100多个 200个这种论坛 告诉大家我在这儿 我有什么什么钱 我的价格是什么样的 坚持了差不多两年 我慢慢做起来了 就搬到这个大店了 合同的机制是什么 现在的 我在前行 12个小时以上是一定有的 每天来公司 先处理日常的一些工作 财务也好 老师们的协调也好 在进货 销售方面的一些沟通 到晚上六点五点多 还是正式直播 下播的话 早的话是12点 虽然我没有成为音乐家 但是我变成了一个 为搞音乐的人服务的 这么一个工作也挺幸福的 陈老师 人非常非常乐 给他点赞 而且很实在 就是有一说一 陈老师帮我收获的就是维修啊 都是属于太医我帮忙了 哎呀有啥随时 手机也好 直播间也好 随时喊我 我每年都会从公司拿出一部分钱 拍一些音乐类公益课 可能我我这是我可能回馈给这个社会 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到目前为止 每个月要更新三十集 现在已经到两千七百集了 视频内容能做的更专业 我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学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就是你学会了花钱 买了好多设备 租专业的棚 装修棚 然后在棚里录音录像 在制作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提升 我说老师讲的时候音符能出现 让更多的人能看懂 坚持这十年以后成为一种无形的责任 我觉得哪怕有一个人看也要更新 这么多年前后有四架钢琴 古增可能有四十多台见出去 去年的时候就能够两架钢琴给老家 小朋友们给我也拍了一段视频 好像比你迈了几台琴的那种奥奥感 还要强烈 我现在很幸福 我就希望我现在的这种状态 保持下去 有力量地往前去走 北平旺这么多年 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有了自己的企业 也在北京安了家 所以收获满满 也让我变得越又温暖的一点 我觉得新疆的发展真的是非常飞速 其实每次回去一次都会觉得变化很大 就跟我当年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更快 就希望更多的新疆的老乡们也好 敞开胸怀 拥抱未来吧 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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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灯 嗯